新的综艺节目总是源源不断的冒出来,所有你能想到的节目类型都会在综艺人的脑海中浮现并完全制作。 比如最新综艺节目,可红王子就将综艺话题绷上,锁定在美妆元素,让小鲜肉给当红女明星们化妆,看点也是多多,新节目第一期,在何久主持下请来了女演员杨蓉,杨蓉果然是动力,都看不出她脸上有太多岁月的痕迹。 当然了,岁月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,杨蓉颜值在现期时与她日常的保养有关,本期节目中就曝光了她私人的一些化妆品,看看美女杨蓉是如何保养呢? 不得不说,女明星就是肯花钱,为自己的脸蛋保值,看看杨蓉这满桌的化妆品,不光台面上有两侧的柜子立页全都是化妆品,而且基本上都是没开封的。 琳琅满目的化妆品太多,但有一样可以肯定,那就是这些化妆品肯定价格不低,不过在看化妆品之前,何久有个疑问,说杨蓉你买了这么多化妆品能用完吗? 杨蓉也表示自己其实用不完,但是就是愿意买,喜欢买买买的感觉,杨蓉举例说就像买衣服一样,喜欢就买了,但不一定要穿,嗯,果然是有钱任性。 闲聊了一回之后,何久拿出一瓶面霜问杨蓉,这个是不是很贵?而杨蓉回答说对,这个比较贵,只是她自己所有面霜存货里,比较贵的。 这个可以理解了,女明星当然选择最好的,这个面霜有多贵呢?杨蓉解释了,说这个面霜是国,外私人定制的,所谓的私人定制,就是你要去那边让人根据你皮肤的状况。 现场调制面霜的成分,而且这个国内的柜台是买不到的。 何久问,那这个肯定很贵吗?要多少钱? 一旁的嘉宾小鲜肉回答说五味数,而杨蓉听完后没有回答,只是连连点头表示同意,但具体的数额没有说出来。 哎呀,真的是贫穷见据我们的想象啊,人家一瓶私人定制的面霜,都要超过五味数呢。 不光小八吃惊,何久听完杨蓉承认是价值五味数,也是一秒钟惊讶脸。 确实,一瓶面霜都要五味数,这个实在是太好了。 杨蓉上节目晒化妆品,可是暗暗炫富呢,不过杨蓉为人挺有趣的,也非常大方。 他看到何久一脸惊讶的样子,就大方的说何老师,你喜欢,我送你啊,而何久,怎么可能接受这么贵的礼物,就连说三遍不用了不用了,我用最普通的就好。 当然了,女明星们的脸,可是她们工作的一部分,必须要保持好的容颜和状态,才能更好的饰演角色。 而且女明星如果保养得好,即便是结婚生子,也可以演年轻女郎,比如杨领和刘涛,就靠着保持好的身材和颜值,一样演偶像剧的年轻女性。 所以啊,杨蓉这么舍得保养自己,说到底也是事业所打拼了。 当然了,女星本来就是爱美的,就算是寻常女性也想要拥抱青春,何况有条件有能力,对自己更好的女明星嘛。 让我们下午三遍 我们下午四遍 然后 users 上半袋